谁是Ron DeSantis 从军事律师到州长 Ron DeSantis自2019年以来 一直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 他目前是共和党初选中 第二受欢迎的候选人 他因佛罗里达的政策 而受到民主党人的广泛批评 这些政策在佛罗里达州的课程方面 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特别是涉及到批判性种族理论 性别认同和性取向 DeSantis因签署禁止教师在佛罗里达教室 提及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话题的法案 而受到广泛关注 他还签署了一项法案 禁止在美国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历史教育中 使用批判性种族理论和一新619计划 尽管佛罗里达州的K12学校 从未教授过批判性种族理论 但DeSantis的法案 禁止教师教授 人们可以基于性别或种族经历特权或压迫的内容 他还建立了规定的准则 实际上意味着教师无法教授 有关美国当前种族主义存在的内容 课程必须解释各州如何承认个人自由 从而终结了美国的歧视 DeSantis法案的重点之一 是禁止任何形式的洗脑 但该法案未定义这一术语 该法案还从健康课程的内容列表中 删除了心理和情感健康 佛罗里达州的学校 还纷纷努力满足迅速变化的学校图书馆 允许哪些书籍的标准 导致图书馆变得空无一物 尽管DeSantis以其关于佛罗里达州教育标准的立法 而被描述为多产 但在他的总统竞选网站上 他只提出了三项主要政策 阻止入侵 提出了有关移民的强硬和极端的言论 使命优先 旨在重新振兴美国军队 经济独立宣言 旨在修复美国经济 经济独立宣言 DeSantis列举了美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 可以总结如下 生活成本高昂 DeSantis表示 对许多工薪家庭来说 生活成本已经变得无法负担 包括住房 交通和食品杂货的成本 他认为 这一趋势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财富不平等 DeSantis强调了美国不断增长的财富差距 前10%的家庭积累了巨额财富 而底层一半的家庭 多年来几乎没有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失业问题 他指出 超过600万的适龄男性既不工作 也不寻找工作 这一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不断下降 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被视为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工资 教育系统问题 DeSantis批评高等教育体系 指责其收取高昂的学费和费用 同时产出劣质的结果 他还提到了 因阿片类药物 酗酒和自杀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 特别是在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中 预期寿命下降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过去十年中下降是DeSantis非常关注的问题 政治和经济精英 DeSantis认为 根深蒂固的政客 跨国公司和大型科技公司 在当前经济体系中受益 而普通美国人受到了伤害 中国的经济影响 DeSantis批评美国 以他认为已经允许中国变得更加专制 强大和雄心勃勃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他强调了知识产权侵权 贸易不平衡和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等问题 政府支出核债务 他对不及后果的政府支出和国债积累表示担忧 应对COVID-19 DeSantis批评了封锁 命令和政府对COVID-19大流行的应对 被经济造成的影响 企业影响和ESG标准 DeSantis反对他所认为的 觉醒企业的影响 以及他们利用环境 社会和治理 ESG标准来推广 左翼意识形态 教育和就业障碍 他主张改革教育和职业培训 提供实用技能和职业培训 并减轻学生贷款债务的负担 移民政策 DeSantis认为 无技能移民和多样性签证抽奖 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中许多都可能对美国选民非常重要 并且可能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例如生活成本 财富不平等 教育系统问题和预期寿命下降等 但DeSantis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阻止入侵 DeSantis将非法移民称为入侵 以唤起非法移民是暴力犯罪分子的形象 他还将非法移民涌入国家与芬泰尼等毒品的流动相混淆 越过南部边境走私的芬泰尼 现在已经成为18至50岁美国人的首要杀手 这在多个层面上都是错误的 18至45岁美国人的主要死因是意外伤害 非故意伤害 所有美国成年人的主要死因仍然是心脏病 癌症和COVID-19 虽然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在美国仍然是致命的 但暗示越过南部边境走私的芬泰尼 与非法移民流动相关是不真实的 根据NPR的报道 接近90%的芬泰尼是在入境口岸被查获的 移民当局说 他主要是由美国公民走私的 以及其他合法授权跨境旅行的人士 几乎没有从寻求庇护的移民中查获芬泰尼 在他提出的政策中 Desantis没有提到加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安全措施 Desantis关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大部分言论 都是攻击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软弱 并暗示拜登政府积极允许和鼓励非法移民越境 例如 在这段引述中 Desantis说 拜登正在向移民提供工作 只要他们愿意带着不相关的未成年子女一起来美国 拜登在2021年比特朗普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上的开支方面多出了支出 在2020年特朗普拨款127亿美元 而在2021年拜登拨款了129亿美元 目前CBP的预算为144亿美元 尽管拜登宣布结束了家庭分离 但他的政府仍然通过拘留和驱逐不断分离家庭 作为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政策的一部分 Desantis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 他将拘留非法移民直到他们的听证日期 但作为佛罗里达州州长 他利用了州内驱逐预算 将非法移民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飞往马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 使命优先 Desantis经常谈论他在Jack军事法官队担任8个月 支持SEAL团队已在伊拉克法卢甲的经验 积极参与战斗的军事法官提供有关规则与战斗规则的法律建议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 Desantis在谈论军队时使用的语言非常个人化 他描述自己因为对国家的责任感而入伍 但他对军队的诊断主要涉及两个领域的问题 无法达到招聘目标 他说招聘遭受打击 2022年是自愿兵役力量历史上最差的招聘年份 每个军事服务部门的招聘目标都没有达到 有些甚至差50% 而在我们的弹药库存被耗尽的情况下 中国正崛起为越来越强大的对手 他将此归因于军队的政治化 军队感到需要政治正确 而不是以任务为导向 他提出 通过取消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性办公室 军队将重新定位为以任务为重点 DeSantis暗示 由于军队的重新振兴 招聘将增加 事实是 军队招募人员的能力与平民失业率直接相关 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性计划 是军队为了解决其难以达到招聘目标的困难而采取的计划 军队没有关于种族或性别的配额 也许对于成为州长的退伍军人来说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对于急需帮助的退伍军人没有关切 在美国 10%的无家可归者是退伍军人 而退伍军人自杀的风险是普通人口的两倍 Ron DeSantis竞选活动 最引人注目的是缺乏明确的具体政策建议 对于被媒体描述为邪恶势力的人来说 他竟然以政策的空白进行竞选 这令人震惊 也许DeSantis作为政治家的成功 是因为他选择放大了一小部分声音 同时削弱了他选民的选举权 这些行动已经赋予了他所在州内日益响亮 激进和暴力的少数派更多的权力 这可能会在选民基础方面产生问题 感谢收看 这是华尔街前线